1931年 日本经过蓄谋策划 在中国东北发动了918事变 在中国东北大地上 到处都出现日本侵略者的身影 隆隆的枪炮声和受害者的身影声 传遍了黑龙的大地 平静的黑龙江畔也开始喧闹起来 在中苏边境的中国一边 日本士兵操练的口号和枪刺 发出的响声此起彼伏 此道耀眼的反光映照在黑龙江江面之上 也刺痛了对岸苏联人的眼睛 19世纪末 通过明治维新 跻身亚洲强国的日本 开始推行大陆政策 图谋向亚洲邻国发动侵略 而此时 沙皇俄国经过多年的扩张 势力范围也已经深入到远东地区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 一方面大力巩固已经取得的利益 同时图谋苏联远东地区的野心 étaient非常尽量力满国ning 也日渐膨胀 对日本抱有戒心的苏联人知道 郎 来了 1933年的初春 世界正处在动荡和不安之中 从1929年开始的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仍在死云 西方大国在各种矛盾和斗争中寻求着脱困之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策源地地处欧洲中心的德国 纳粹领导人希特勒终于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追随者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 就在这个寒冷的春天 在长达几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日本也在磨刀祸祸 面对日军的大兵压境 苏联人开始行动了 1933年 在西方各国仍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之时 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一枝独秀 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虽然国力争争日上 然而 面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威胁 苏联却并不敢掉以轻心 1933年9月30日 在维满新京火车站 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火车站 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远腾三郎 迎来了一群来自东京日军大本营的神秘人物 这群神秘人物的领队就是在日军参谋本部里被称为战争幽灵的作战科长 陵木帅道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日军的军部和各个分支机构 参谋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们大多都属于激进派 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 这些日军参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包括岗村宁次 百元征四郎 东条英姬等 都曾在日军担任过参谋的职位 1933年9月30日 在围满新京火车站 两个同为激进派代表的参谋 陵木帅道和远藤三郎 相遇了 陵木帅道和远藤三郎等人 在研讨之后制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 1933年10月 他们分成三架飞机 行程一千多公里 对中猛苏边境地区进行了秘密踏查 他们首先以东部的满南江为中心 侦查了东宁 隋分河 密山 以及虎林各地 接着 经加木斯附近到哈尔滨 再经由北正面的齐克 霍尔默金 黑河 到海拉尔 并在海拉尔就国境地带必要地点修筑阵地问题 进行了最后的研究论证 1934年 是中国的农历假虚年 日本的昭和九年 远在欧洲的德国 已经登上总理宝座的纳粹首领希特勒 通过国会纵火案等一系列手段 正在加紧独裁的角度 与此同时 在德法边境 法国从1929年开始修筑的马其诺防线 已出具规模 在世界的东方 亚洲的中苏中蒙边境上 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也即将要开始修筑 他们号称为东方马其诺的要塞工程 1934年5月12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林毅龙签发了 《关东命第589号》 关东军关于在国境地带 东宁 隋分河 平阳镇 海拉尔附近 修筑阵地的命令 于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中蒙苏边境上的 第一批要塞工程施工作业 正式全面启动 从1934年开始 一直到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为止 在中国东北边境上 一座座耗资巨大 结构复杂 为之隐蔽 配套设施完备的军事要塞群 陆续开始兴建 他们承载了一个穷兵独武的帝国野心 也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一座座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 日本关东军要塞 不但在战争中吞噬了交战双方 无数年轻士兵的生命 同时也成为了修筑他们的 上百万中国劳工的人间地域 无数劳工的血泪事故 撒遍了这片苦难的东北大地 横塵在几千里中国边境线上的 日本关东军要塞 他们是凝固的历史 向我们诉说着 这里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 他们也是留在我们中华民族版图上的一道伤痕 昭示着我们当年曾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